大家好,我是艾克札德 這一次艾達篇的全收集流程不長,可以只要三輪就夠了 不過注意與李昂篇不共用,比如手砲就算解鎖了,艾達篇也不能用 有共用的只有裝束與事物而已 第一輪要做的事情是做完全部的商人懸賞任務,以獲得無限小刀,跟李昂篇不同 這小刀一拿到就是無限耐久,不用特改,缺點就是攻擊力不高 這可以參考我之前做的全道具收集攻略,有示範權任務內容 還有要賺到90多萬以購買至少300瓶急救噴霧 這個部分可以參考我之前做的搶錢大作戰 這些都是大項目,全塞在一個影片內太臃腫 所以分開來解釋,都完成後 記得要在獎勵內容的額外內容商店去消耗CP來解鎖 不然獎勵武器不會出現在儲物箱裡面 第二輪時讀取破關存檔,選專家 商人一開始就在,所以可以直接賣300瓶急救噴霧買無限火箭 目標是4小時內破關,有達到A評價就夠了 非常簡單,因為這是解鎖芝加哥青道夫的條件 有需要可以參考我之前做的無限火箭破專家模式 第三輪就直接全新遊戲玩專家模式 第一章過了後就可以開啟選單,拿無限小刀和芝加哥青道夫了 如果你有買DLC金券,撐到第二章商人出現時就能直接改無限彈 如果沒有,那就還是要找一下寶物和權做懸賞任務 基本上要到下水道商人那邊兼金時才夠換改造券 不夠的話就得去抓水道之主後再去換 然後潛用來升級芝加哥威力,說來要快速破關 其實很多雜魚或精英怪都不需要打死 有時衝鋒槍掃一下讓敵人硬直,或者趕快衝就完事了 因為專家模式敵人血很厚,想打死會很花時間 但是衝鋒槍觸發硬直的效果非常優秀 TMP與芝加哥都可以,連改造都不用 趁敵人不穩時溜過去是家常便飯 還有個好例子是在生者與鐵處女的走到那裡 還真的是直接衝和擠過去就好 若被打到,是要繼續衝就是 現在網路上已經有非常多的全新遊戲專家速攻影片 甚至連芝加哥都不使用 各種細節你們看他們怎麼玩的就好 途中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被打掛,不要直接按繼續 而是選擇讀取存檔 不然遊戲會把我們剛剛浪費掉的時間加進去 就很難兩小時三十分內破關了 這一輪拿到S加後就可以拿到艾達篇全部事物 有效果的分別如何 狼套裝大幅提升提出傷害 熊帽大幅提升小刀傷害 攻擊帽大幅減少所受傷害 貓套裝無限彈藥 值得一提的是對爆炸十字弩有效 不像李昂篇那樣對弩劍無效 可能是因為弩劍可以回收的關係吧 最後還有一個非常難拿的李昂警察制服 條件是傭兵模式全人物全關卡S加 這個我也建議大家參考其他玩家的打法 因為已經非常多人錄影演示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謝謝大家欣賞